有意思啊 而且相信这个形态应该是以后非常有用 那我们刚刚其实在 在小老师的演讲里面 其实发现非常多东西 尤其我不是在做技巧的光谱 这个感觉上刚刚的演讲其实对我非常受用 那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们在发展充滨技术 技术上面的一些经验 OK 好那为什么会想要发展充滨技术 那我们先看一看 我们是希望说 在未来可以发展一些新的制服技术 那新的制服技术其实有很多的方向 比如说呢 既然大家非常重视 我们希望说一致要非常高的学生技术 像我们目前已经可以做Single Monitor Detection 那未来是我们希望说可以做Single Monitor Detection 这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制服艺可以有非常高的分辨率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做非常精确的解析 就像HICR现在的制服的解析度 已经可以到达好几千万的解析度 那这对于一些生物的一些检测来说是非常有用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制服艺可以没有质量的 这个Limitation 就是说不管任何质量的东西都可以做检测 那这个目前在像 像中央教院的张患上老师跟陈宗宣老师他们有合作 发展了一套粒子制服艺 那基本上它已经打破了以往制服艺的质量限制 所以这方面其实也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也希望说 底部艺可以尽量拨小 可以方便支带 所以像Grancourt的实验室 它没有发展出一系列的可系带型的制服艺 所以说非常有用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的发展 其实这些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Sample的Identation 就是说它Sample的样品的 它的就是它的种类 它的质量 那另外方面我们也需要说最后可以知道 它Quantification方面的Information 那我把这些的发展 把它定义为叫做是Vertical的Development Vertical的Development意思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脉络 它在发展的方向是一个固定的方向 它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现在希望说 我们在制服艺上的发展 可以有另外一个方向 就比如说是一个所谓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做水平式的发展 那所谓水平式的发展呢 像是在这几个世代里面最重要的 像是 像是 我们可以用植谱银来分析样品的 Spatial Information 也就是空间上的Information 像是目前非常重要的是 影像植谱的技术 那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用植谱银 我们希望可以来对分析的粒子结构来做研究 它这个比较重要的技术就是 ImovMX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说 制服在未来可以让我们可以去研究 Vertical Interaction 在这方面呢 其实在 气象制服里面里面 Vertical Interaction其实在研究的非常多 那我们也希望说 事实上我们现在对明太的分析反应其实知道的却比较少 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在明太的这个部分 可以在制服一个发展 可以多做一些贡献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在明太的制服一方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限制 那就是制服 它有传统上的制服有一个电信的选择性 它在宣定性选择性呢 比如说它的精神选择性的意思就是 它在同一个时间 只能针对一个分子 一个polarity的分子 来做进行分析 那这个 这个限制呢 主要是来自于 离子 Ion source 跟detected限制 那这些限制呢 会造成说我们离子没有办法 同时对正跟副灵的做检测 那为什么要做正跟副离子同时检测呢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在分析一些盖泄物啊 或者是蛋白质修饰啊 还有环境及时前检测 还有毒化物等等 其实对于这些比较复杂的系统 我们没有办法 知道说 我们最终离子是带了电信是正跟副 所以我们需要社会从时 可以得到正跟副离子的information 那所以呢 以试相应的试图来说呢 比较常用到一个技术 所以所谓的口外屏幕是switching 那这个方法就是 它在做支付分析的时候 在一个时间它是做正的分析 但是在下一个时间呢 它做副离子的更新 那这样子的技术 其实有一些限制 那比如说它 能去分析的速度 还有它的灵敏度 以及样子的消耗都会比较 都会比较高 所以说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occupation 事实上是不太适合 用blog decision的方式来进行 反正所以我就会针对 我们实验室 对于生物师主任最强用的Modi 跟ESI来做介绍 这个重复双电性的机制辅助 维瑟初复流离法 结合飞行时间式的支付鱼呢 是我们所发展的第一个 双击支付鱼的方法 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在Modi Modi这个方式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把样子 配置在一个 在一个 那个 像平板上面 然后干燥之后 再用雷射去轰击 那 其实 用雷射轰击 物品样子 一个非常 大的 disadvantage 就是 当雷射轰击的时候 样子也慢慢的 慢慢的再被拨拾掉 这大家可以从图上面可以看得到 在我们 增加雷射的造色次数 我们会让 样子所产生的 離主信号会慢慢的降低 所以不管是由高 高雷射能量或低雷射能量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大概在35化雷射之后 我们左 右边这个样子 是以导数B加上DHP 它的信号就让它们减少了 35化雷射之后 基本上就已经看到了 那 当我们 对于sciple的每一个点 做峰值 每一个点都峰值 5化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就下面这张图 所以5化的峰值 最后样子 你记得在那边就不见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要比较证明 跟负义果的变化的话 那你是用了办法 做切换电子的 这样的实验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是 传统的峰值 下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限制 造成说 我无法 对于 对于这样的样品做检测 OK 这个是传统的峰值 传统的峰值 第三件是0 0浮 所以正离子会被引导到质量增测器 但是负离子会慢慢在 就是被check在IonSource 慢慢它就消失不见了 所以要达到 增值支符增进的目的 我必须要在另外一边 就是这个支符的对面 要放入另外一个支符来做生成 这样的设计概念 其实最早就出现在 所谓的Aerosol Type YMS 就是所谓的气胶式支符 它气胶式支符的特性就是 它必须要产生一个气胶 就从上方 这个红色深圈的地方 顶入我们的Aerosol 当Aerosol掉到子符的正中心之后 我们再用下面的 这个所谓的主外光镭射 去轰直你的particle 那可以把particle表面上面的 的分子 流离化 然后产生正离子负离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右边 有分别有我们的主要分析 去分析正离子 负离子 那所以这样的 仪器基本上就可以做到 就是双击子和目的 不过这样的仪器就没有办法 对于表面上 所出发的分子做分析 那是因为它的表面 出发的话 你必须要个电击 放在这个电场正中心 这个正中心 就是会造成说 电场的扭曲 而让你一直没有办法 就是很急急的往左边跟右边飞行 好 那这是我们所发展的 第一套的双击子谱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中间黄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临子源 那左边的右边 右边有飞行管 那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在 在临子源的部分 它用的其实是 比较复杂的一个 主要的群 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圈圈的部分 就是Sample Steps 我们雷射从正上方 封击产生离子之后 藉由这些电场 电场的调控 可以把正离子的 固离子分别 往右边跟左边吸引过去 那在这个结构上面 比较特殊的部分 是我们在Sample Electro的部分 我们给它的电压 是14KB 那在正离子的 增测器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正离子的增测器 这边所施加电压 大概跟一般的 是符合相当的 也是非常 比较低的电压 到1KB左右 这个增测器 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其实比较有问题的 我们要确保负离子在空级负离子 增测器的时候 同样的Kinectic Energy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负离子的 增测器把它 伏接到一个非常高的电压 这将近3万伏 这个在以往是 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们克服这样子 去做上瓶颈之后 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实验 好 这是我们所做的实验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Ionization 就是在Ionization方面 你看这个图 当我们增加蕾射能量 我们可以对正磁子 跟负射能量 做同时的检测 我们可以看到 在高蕾射能量的部分 正磁子的讯号 它增加的比较快 负离子的讯号是比较慢 同时在负离子 在比较低蕾射能量的部分 看起来好像是 overloads在一起 但事实上 我们把intensity 把它更映了看 来看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负质的讯号 是正磁子要高一些的 所以这个是表示 正磁子跟负质 它产生的基础 是有点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 那我们把雷射能量 就是慢慢降低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个是DHB的负离子 那DHB的正磁子 就是在雷射能量降低的时候 它首先会消失 所以剩下的负离子的讯号 所以这个也是表现说 正跟负离子 在DHB的test里面 所以它可能它所反映的路径 其实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做更精细的分析 这个也是DHB的 迪子的指导 我们可以跟对每一般的一些 所产生的正磁子跟负离子的讯号 来去做比较 这样我们可以就知道说 正跟负离子的variation 是不是同步的 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去研究 正负离子之间产生的关系 像这个sample 它是一个homotene sample 也就是比较稀宁 分配在表面之上 所以我们做雷射去封击之后 我们做了21次的实验 就是21次每个字都激发雷射 那我们把正磁子 跟负离子的讯号全部做相除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分布 所以这个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 它正磁子跟负离子的讯号的比例 大概就是2到4倍左右 大部分就是在这个区域 非常均匀 但是当如果我们把这个 central morphology 变得比较不均匀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发现 正磁子跟负离子 产生的这些 产生的这个讯号的比例 就会分布得非常地广 也就是说正磁子它的variation 就变得没有规则性 所以有以上这些实验 我们大概就可以发现 这些东西它所 就是说这个 正磁子跟负离子 所产生的这个磁子 可能是有很大的 好 那这样子的实验架构 事实上可以让我们 去研究很精细的这种 Ionization reaction 不过呢 在目前的实验架构 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去研究 进一步 像是做 或者是做 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 因为我们必须 要 share about Ion exception 的电场 非常地强 我们sample 它的点的大小 会被限制 所以这次我们 所发展的 第二代的双集 是 Multi Channel Play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所用的SamplePlay 目前就像一般 商业习服一样 是比较大的 Exception Play 我们目前的 放置的方法 就是在 SamplePlay的上方 的两侧 然后 支付也是 放在上方的部分 所以当雷射 做激发的时候 我们产生的证明 五分副鱼 就可以分别 引导到左边 右边的飞行管 那这样子 我们可以 来看看 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是 有一些 比较 特殊的地方 他们可以用 用电子场的分部 来做 跟各位做解释 所以这个是 我们做电脑模拟 大家可以看到 飞行管的部分 它总是这样的电压 在固定的部分 就比较高 正面的部分 就差点 Sample版的部分 就是在中间 Exception Play 就是造成 Exception的Electric View 它比较奇特的是 在Sample的部分 我们又产生了一个 电场 或者奇异点 Single Point 所以只有在这个地方 所产生的离子 它才会感受 正跟负的 变长的差别 才会有办法 被我们成功的引导到 负离子跟正离子的 资样分析器里面 好 这是我们所 一切的照片 它可以看到 我们的离子源 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有两个飞行管 我们的控制的平台 就在旁边 离子源的部分 它的结果 比较複杂的 是一般 传统的 单级的服务 是比较不一样 好 那 实际分析器的部分 Tile Point 我们有两根飞行管 一正一复 它是这个角度 目前我们所optimize的 角度大概30度左右 那这个是 Detection Chamber 那Detection Chamber 我们特殊用了 所谓的Isolation Chamber 那这个中间 是一个淘滋管 所以这个淘滋本来可以 得觉 Tile Flight的部分 跟Detector的French 因为我们必须要把Detector 超过到非常高的电压 所以整个French 它的电压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绝缘管 把这个Detector的French 把它保护住 那这整个仪器 大概是在 三年前所完成的 OK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仪器 来做什么样的实验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实验 我们在我们院区里面 摘了一个很小的叶子 这个叶子的表面 有两个很明显的伤痕 一个比较大 伤痕比较小 另外一个伤痕比较小 我们可以对这个叶子 来做表面分子分析 所以我们用雷射去封击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更运动的复制 它所产生的信号 是不同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 表面大概只能封击 大约30次 那离子信号就会不见了 所以呢 我们用了 基本上这个讯号 其实是不多 所以我们每一个点 我们造射了50次的雷射 所以造射了一次之后 同样一个点 就没有办法做 另外一个Prologic的监测 所以我们用双击子笔的方式 去对它上面表面分子做分析 那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区域 这就是我们产生的正离子的信号 那我们可以看到 Modal D39 它的分布 217跟477 那我们可以看到正离子的分布 大一就是在轮廓的部分 有肯强的信号 那在大的伤痕 跟小的伤痕的部分 它的信号也是比较平均的 实际没有说哪一个部分的伤口 它的信号是加强 但是对于负离子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在负离子的部分 它的轮廓是比较不是那么的清晰 而且比较大的不同 跟正离子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在伤口的部分 小伤口的部分 它伤口的信号是很强的 但是大伤口的部分 它的因子的信号相对是加小的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仪器 希望我们可以去从此去分析 这些伤口 它的正离子跟负离子 所代表的 它的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再由 藉由其他的 较高组织的支符 我们可以 去identify 这个质量在207的部分 很可能是一个 所谓的 Anti-Fungal Reagent 那质量477的部分 是另外一个 Anti-Dotelial Reagent 这很可能是在伤口产生之后 我们这个树叶在自身 本身所产生的二世代血物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做的 一个生物传统的一个实验 那我们可以再回复回来看看 对于传统的Module的Gemple 这是我们用 胰岛素A跟HP 左恨恨之后来左B的Gemple 那大家可以看到 正离子跟负离子的信号 分别写在这边 胰岛素A有个特性 它的负离子的讯号 比赦离子稍微大了一些 当我们在做雷尺轰击 大约15-8雷尺 只有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Gemple上面 也是有发现说 被轰值的地方 就已经被我们 就是被减少了非常多 所以也是一样 这样的实验 是我们没有办法做 Poletic Switch 再去看普通 Poletic的离子讯号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要看看分布 这离子讯号分布在Matrix的部分 我们看到正离子跟负离子的分布 它的分布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们可以从这个 3Dimension的Image可以分析 可以看到大概在中间的部分 它的离子讯号比较强的 那旁边外围有一圈 就是在这个部分有一圈 它的离子讯号是比较弱的 正是对正离子跟负离子 都是同样的组织 但是对于移岛数A 这个分子来讲的话 它的情况就有点不一样 这是正离子跟负离子的讯号 它的不同 在正离子的部分 在中间数比较低 在负离子中间的部分 又好像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看 有3Dimension机内讯号 大家可以看到 正离子的部分 在边缘的部分 它的讯号比较高 但是在负离子 它就是在中间的讯号比较高 所以由这样的实验 我们可以去对于正负离子 它所产生的一些变化 做非常精细的分析 OK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用纯的TSAP 这里是一个非常有用的Message 我们对于它做分析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 已经Normalize过后的 Portal Ion Image 就是所有离子量的 Image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正离子和负质 是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如果我们切换到 单一的离子 这个是Protonation 跟Protonate的TSAP 大家可以看到说负离子的讯号 是比较强 正离子的讯号比较弱 而且它分布 是不是比较的不均匀 负离子的部分 显然在中间的讯号 其实它是最强的 跟旁边的讯号都很强 所以对于 所谓的Counter Ion 它的产生的分布 事实上不是不太一样 所以从以上的实验 我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所以 对于用这种双集图体 我们可以对 可以利用 两个Essertion Inletal 去造成一个变长期一点 来达到双集图的目的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实验 这样的仪器 对于Solid Sample 来做比较完整的讯号的分析 那这个是一般讯号的做到 那这样的技术 其实对于 Solid Sample的 Qualitative 跟Qualitative Analysis 是非常重要 尤其我们可以对 Ionization chemistry 做比较详细的分析 那在结果方面 就是Ionization 的Machines 的方面 我们并没有对 就是离子的 离子队的生成 我看到非常强的证据 也就是说离子队 或者是Ion care 的 Protection 在Ionization 的Machines 上面 可能都是那么重要 尤其是对于 也许是这么 这么popular的Machines 那再来呢 这样子的 正复根 正复根 即使是对于同样一个 Analy 在同样一个Solid Sample 选择正复离子 也是会有不同 所以用这样子 我们可以从这些实验 可以学习到的时候 正复离子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同的 过程 好 那我们在知道这些Machines 的部分之后 慢慢跳到Deletial Spread的部分 Deletial Spread的部分 其实在我 研究完Machines 之后 在一场演讲之后 有一个很自明的院士 他问了一个问题 是我们可以把 那种终极之谱的 这个技术 引用到Deletial Spread上面 但是我刚初给他的 例集上面 给他的回答是 所以应该是做不到的 那我的考量是这样 Deletial Spread它都产生 离子的机制呢 是我在Tripleary的对面 放了一个 所谓的Contact Electro 所以这个Contact Electro 它扮演的角色 即是把离子 正离子 像这边是 加了一个附电压 所以把正离子吸引出来 让它达到雷力极限 然后生产出 这些液机 盖Charge的液机 所以这个电厂 它既扮演的Ionization 也扮演了Ion的引导的角色 那就是我们会产生 所以在强电厂之下 这一节表面 会完全就是被正离子所固满 那复印的部分 它就没有办法被吸引出来 而且它会往反方向跑回去 这个Tripleary的部分 所以刚刚说我的考量 其实是没有办法 以这样子的结构去做Dual coverage的Math 但是我回来再仔细考虑之后 想使我们先接受它可以产生双集 双集制谱的话 我势必是要用到两个Country Retro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可以利用两个Country Retro的结构来试试看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实验 那这样的动想其实最早呢 是在1931年左右 在这篇Triple 他们是研究了在 他们是观察水滴在强电厂之下 所造成的分裂跟变形的现象 那这个是一个Water的Resible 就是这个水滴的产生器 然后水滴在旁边产生 落下来之后就是有两个墙电厂 它所产生的电厂 会让落下的Softet被拉强 甚至到最后呢 会有非常细的 噴射的那个法肤 法肤造的那个液体被噴射出来 所以这个电厂事实上 就是产生了一些离子的噴射 所以这样子的结构 事实上就表示说 因为它这两边都被拉长 所以一定有一个正一个负离子的离子数 被从一个Dropper上面被吸引出来 那这个这样的技术 首先被使用在 在植谷上面是 应该是在2003年的Vision Group 那他们也是一样 在植谷一个上端 我放了一个Dropper Generator 那Dropper落下来之后 经过两个变长板 那这个变长板 就会把正离子跟负离子 从Dropper两端吸引出来 那这样子的结构实施 我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说 这些Dropper在什么地方 会噴射出这个离子 所以呢 事实上这些离子要被观测到的时候 是必须要在Dropper 在刚好落在这个地方 就产生下办法得到离子的讯号 那同样他们的Groop呢 在2006年的时候 他们发展另外一套 那他用的是一个Caplery 引导这些Dropper 到植谷的入口之间 那在对面产生另外一个变长板 那这个变长板呢 在一些化学反应的作用之后呢 我们再用一个Caplery的电厂 把正离子的负离子 把它吸引到负图里面去 好 那这个是我们所发展出来的 Dropper的ESI 那这个ESI 它所产生的方式呢 是用低级的ElectricView 那低级的好像是比较稳定 不算在低级的Groop 他们所用的电厂的Caplery 比较不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低级的电厂上 可以产生正离 负离子的Caplery OK 那它有个特性 这个电厂 所谓的电厂 它的电厂的强度 必须要小于 就是它的差别 也必须要小于4% 不然的话 可能比较强电厂那边的话 就会吸引出一个 比较大的Caplery 另外一部分 就没有办法得到了 好 那这个是 Dropper的ESI 它是Spread的特性 那么可以看到 Dropper的ESI 它大概需要三长的电厂强度 才有办法得到 那像这个传统ESI 它需要4个KB 在Dropper的部分 它需要到7个KB 该会帮忙产生ElectroSquare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 并没有太 不是很大的坏数 像这边是ElectroSquare的Caplery 就是 现在有ElectroSquare的 银子产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DewerProid ESI 它所产生的Liquid Flow Rate 是比较宽广的 但是在传统ESI 它是比较窄的 也就是说 在双集的ESI 它是比较适合 它所适合的ElectroSquare的流速 是有比较宽的单位可以选择的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图来比较 这个图是 去分析了 所谓的 半顶角 就是这个Caplery的角度 他们可以发现 传统ESI 它在流速大概65的附近 它的半顶角就开始会飘移 也就是说 ESI很不稳定 但是在双集不处的上面 我们这个半顶角 这Caplery的实重 一直到200个MicroLit per minute 都还是很稳定 所以 这双集不比较特性 它大概是需要比较高的 大概15% 高于一般传统的ESI的Exception Electric Voltage 它所需要的电场 证明子跟图离子的吸引电场 它大约是一样的高的 它这样的技术 它可以适用比较高的 能够GlowRap 它所引导出的正义子跟负义子的电流 是大约是相等的 如果说 以干的电性来看的话 它相对于传统ESI来讲 它放射电流是比较小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 ESI也有所谓的 用气体辅助式的ESI 产生Telecon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可以产生离子 在气体辅助产生ESI的时候 它的Telecon是真的可以消失的 Telecon消失是不是 所以它会让正义的流速 就没有办法产生 在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气体辅助ESI 我们还是可以产生离子的迅速 这个是对流速上面的分析 ElectroSpect Current 对流速的过渡 在传统之处 在气体辅助ESI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场它的流速的范围 也比传统的ESI要高得很多 这是我们所谈出的枝谱 这个是用没有气体辅助的ESI 所做的 这个是ESI的Telegram 它们可以同时产生非常好的讯号 它在气体辅助的ESI 我们用这个是insulin的讯号 它也是可以在正乎 可以同时产生的讯号 我们做一个Summary 所以在ESI 我们也是可以做双电机的支符仪的 只要我们有两个CounterElectro 并且对于这几样的局数optimization 那事实上是可以产生的 在这个双集支符仪里面 我们必须要使用较高的电场 那这个比较好的测试呢 是双集支符它所可以忍受的 Sample的flow rate大概是3到10 对于传统的ESI 那即使是没有气体跟有KT所使用的ESI 都可以拿来做分析 那有使用 有使用气体辅助的话呢 它事实上有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stabilize的ElectroSquade current 所以它会可以比较适用于比较高的Exception field 跟比较低的Sample flow rate 那我们做一个总结 所以这个双集支符的技术呢 它可以提供最完整 也是最正确的支符的information 那这个对Sample的identification 跟Polletation做得非常好的贡献 那这个最主要是 因为它没有渐行的选择性 那这个也是 这种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术 那可以去分析 正因子跟负利子的correlation 尤其是对于convenced phase的Sample 那这可以让我们去 再去研究更多的新的planet tree的问题 那这个技术呢 其实在未来应该是非常 对于biomarker search 跟一些疾病的治疗的检测 还有对于一些表面 跟环境的检测方面 应该是有非常大的贡献 那这些 这些检测其实有个特色 就是它Sample的planet 都非常的少 那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呢 要达到这种双级负核点的目的呢 那我们必须要去 评论这些人的电场 让正理质跟不理质 可以同时被吸引出来 那最后呢 我想要藉由这个实验呢 来连续拨钻研究 希望未来的子谷的一些专家 能够也投入同样的 的研究 不仅仅是对于Sample identification 跟Complication 那事实上在子谷上面 也可以做对Chemical reaction 也可以做更多的研究 尤其是呢 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检测设备做结合 那希望可以达到更 让子谷有更多的功能 那最后我要谢谢我的 CNS的伙伴 还有我的 就是 合作的对象 研究院的教授跟子谷先生教授 那最后我要感谢我们 这个 经费的来源是由 研究院跟台湾的国客会 我站住 谢谢大家